嘿大家好,我是鐵爸 首先我們要來讚嘆一下iPad mini 6 代 它真的是好棒棒 因為它的出現讓我們國民們在購買iPad的選擇上出現了非常大的卡關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要幫大家在iPad Air 4 代、iPad 9 還有iPad mini 6 代 三者之前購買的選擇上提供一點意見給大家做參考 比較好選擇 好了,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科技題材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喔 OK,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首先大家可以跟我一樣來到Apple的官網 點選購買iPad 然後直接拉到最下面有一個比較iPad機型 點下面的看看哪一款iPad適合你 然後我們就可以拉成iPad Air 4 代、iPad 9 跟iPad mini 6 代這三者來做比較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部分當然就是價格 三台都選到WiFi版本 然後最低價分別是18,900、10,500、14,900 他們之間的價格大概都有4,000塊左右的差距 有的人就想說我買iPad 9 那如果再價格4,000塊可能就可以買到性能更好的iPad mini 6 代 那是不是要再加4,000塊可以買到跟iPad mini 6 代效能差不多 然後螢幕更大的iPad Air 4 代呢? 這三者之間一直沒有辦法做選擇 那應該要怎麼來購買呢? 如果你的需求是比較休閒 只有上網然後逛社群 甚至有時候看一點YouTube影片的話 iPad 9 代絕對可以符合以上的需求 那我們也可以以最便宜的價格買到我們的iPad設備 那如果你的需求稍微再往上提升一點 需要玩一些電競遊戲 或者是有一些設計的軟體的話 當然就需要跳到下一個門檻 iPad mini 6 代有更好的性能 那你會說最後一個iPad Air 4 代怎麼辦呢? 它的定位又在哪裡? 因為它的價格最貴 所以什麼情況之下會選擇到它呢? 首先我們前面 已經是因為需求的關係選擇到了iPad mini 6 代 那你在工作上的一些平面設計 影片剪輯軟體 想要更大的工作範圍可以讓你作業的話 就可以考慮捨計iPad mini 6 代然後挑選更貴的iPad Air 4 代 這樣子的價格選擇相信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要考量的部分 就是它的處理器效能 這三台的處理器剛好變成一個順子 就是S3、S4、S5 那在我之前影片有提到 S3跟S5之間大概差了30%左右的效能 所以以這個比例來算的話 S3跟S4大概會差15%左右的效能 那你說這樣子的效能差距它算是很大嗎? 我應該要來怎麼選擇呢? 其實以目前現階段的使用 S3已經算是非常的強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蘋果跟安卓陣營處理器PK的圖表 S3在目前為止還算是名列前茅 但是在往後推一兩年的話 就非常難說了 現在科技進步那麼迅速 也許現在你S3跑得動的一些遊戲還有設計軟體 到了一兩年之後可能S5勉強還可以使用的順暢 那S3使用起來可能就已經跑不動或者是會閃退了 所以撇除其他的考量點不理會 我們以效能這一點來說的話 如果你購買這台iPad想要在兩三年之後用起來可以非常順暢的話 那當然是要買最高規格S5仿生晶片的iPad mini 6代囉 那這樣子我們只有iPad mini 6代可以選擇嗎? 當然如果你硬要選的話 至少至少還是要買到iPad Air 4代 因為iPad Air 4代除了在處理效能比iPad mini 6代稍微弱一點 其他的部分都還算是蠻新的科技 但是比較可惜的也是我比較擔心一點就是它沒有支援5G 不過它的WiFi是有支援到WiFi 6喔 那iPad 9就沒有支援到WiFi 6了 所以在第二個考量點iPad的處理效能 以長期的觀點來觀看呢 我們還是比較推薦買iPad mini 6代 那如果硬要退而求其次的話呢 我們至少也要選到iPad Air 4代 它的部分規格還算是蠻新的 好的說完效能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下一個考量點 螢幕規格還有周邊的產品 這個面向要說到的就是它的螢幕材質 還有它的周邊產品 那在周邊產品上也是一個蠻妙的組合 iPad mini 6代有支援充飲雙面夾 但是它沒有支援充飲鍵盤 那iPad 9代的話就是它的相反 至於iPad Air 4代就是它們兩個的結合 有支援充飲雙面夾也有支援充飲鍵盤 但是以周邊產品來做考量點的話呢 除非你真的非常有原廠情節 非Apple原廠的產品你就不使用 不然其實有很多副廠的配件啊都可以達到這些原廠產品的需求 而且也做得很漂亮 所以在周邊產品的支援度呢 大家其實可以不用太擔心 那唯一比較關鍵的周邊產品啊 就是在於Apple Pencil 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充電方式 然後有更多功能的Pencil 2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買到iPad mini優待或者是iPad Air 4代了 因為iPad 9只有支援Apple Pencil一代啊 當然Apple Pencil也有出一些副廠的啊 它的功能會更多更花俏 這一點大家可以稍微做考慮 那再來就是螢幕材質的部分啊 三台之間的螢幕啊 只有iPad 9代是使用比較一般的Retina螢幕 那另外兩台Mini 6跟iPad Air 4呢 就是使用更好的Liquid Retina的螢幕 除此之外啊 比較入門的iPad 9代呢 就沒有上一層抗反射的鍍膜 你在戶外啊 某一些角度使用你的iPad 9代觀看的時候 它的反射就會非常的誇張 而且在螢幕彩度的表現呢 iPad 9就會比較低階一點 另外兩款iPad mini 6跟iPad Air 4代啊 就會使用更好的P3管色域的面板 那綜合以上比較關鍵的兩點啊 就是沒有抗粉色度膜 還有更好的廣色域面板 如果你想要在觀看iPad設備上 有更好的視覺效果呢 就必須要買到iPad mini 6代 或者是iPad Air 4代 這兩者之間啊 選擇上就只有尺寸上的差別 想要更大螢幕的話就是買iPad Air 4代 那如果要小一點的話就是買iPad mini 6代 也可以省下一點經費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考量點 就是在於iPad設備的攜帶方便性 這三台iPad設備的重量啊 分別是iPad Air 4代的458克 iPad 9代的487克 那最輕巧的iPad mini則是293克 就如同我之前所說的啊 最輕跟最重的比例呢 大概差了200克左右 那我們也不要小看這200克啊 如果是你長時間使用下來的話 對手部的負擔啊 是非常有感覺的喔 那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怎麼來選擇呢? 就看你是不是想要有一個輕巧的iPad設備啊 放在包包裡面 隨時可以拿起來做筆記啊 或者是一點畫圖的需求 這樣子的話選擇iPad mini 6代絕對沒有錯 所以這個部分的考量點呢 我們就是以最輕巧的為主 那其他更重的iPad設備啊 我們就可以以其他面向來做考量 比如說需要有更大的工作範圍啊 我們就可以調iPad Air 4代 那想要有更經濟實惠的購入價格啊 我們當然就是選擇iPad 9代囉 那說到iPad設備攜帶的方便性啊 就關係到了我們長期出菜啊 還有旅遊的使用 所以下一個要考量的面向呢 就是我們出差旅行的使用者 相信有部分的使用者啊 會有長期出差到處分播啊 或者是到景點去拍影片的需求 還有一些喜歡登山健行的朋友啊 有時候去爬個山就是兩三天的行程 那在這個旅遊出差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會喜歡把一些 過程中看到的畫面啊 把它拍照記錄起來 甚至還有直接開直播啊 跟我們的家人朋友啊 還有我們的粉絲們 做一個現場景點的分享 隨著iPad設備鏡頭模組的效能呢 就會非常的關鍵 如果你需求是比較偏向於拍照錄影之後 會先存檔起來 事後打卡啊 再分享給朋友們知道 這樣就比較適合挑選iPad mini 6代 或者是iPad Air 4代 因為他們的鏡頭模組啊 有提升到了1200萬畫素 那iPad 9代的話就只有800萬畫素 那如果你是比較偏向於開直播啊 比較常使用前置鏡頭跟大家做分享的話 就要選擇iPad 9 或者是iPad mini 6代 他們的前置鏡頭 會有比較高的畫素 那你在直播分享的畫面啊 會更加的清晰跟細膩 那綜合以上兩點啊 如果你是一個需要長期在戶外活動的朋友啊 絕對是推薦購買iPad mini 6代 因為它比較輕嘛 不會造成你背包有更多的負重 再來就是它的體積比較小 放在包包裡面也比較好收納 而且最大的關鍵就是它擁有了iPad Air 4代跟iPad 9代兩者在拍攝上的優點 在前後鏡頭的部分呢 都擁有最高畫素1200萬畫素 那我們的出差旅遊啊 就可以使用iPad mini 6代來記錄下更多美好的回憶囉 OK以上就今天要分享的iPad Air 4代 iPad 9還有iPad mini 6代 三台設備在購買上的一些建議 希望可以對你在挑選上有一點幫助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